西太太 您患的是阿尔茨罕症 几个月以后 您的记忆力会全部丧失 然后逐渐失去痛觉感 和语言能力 直到最后彻底失明的时候 西阎神 怎么办 我好像也好忘记你了 阎神 你回来了 你忙了一天累不累 我帮你 别哭啊 怎么 装如若摔倒 是不是又要跟爷爷告状 说我欺负你了 就像当初让爷爷 用继承人的身份 逼我娶你那样 不是 我只是不小心摔倒而已 没什么 没什么 阎神 最近有空吗 爷爷说 等你不忙的时候 就带我去不命运旅行 还说不是用爷爷威胁 母亲 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滚 新一世 我的时间真的不多 我只是想 多一点和你在一起 都可以 阿神 我 我想要个孩子 主动求我上你 温情 你已经下践到这个地步了吗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在恩客身下求换的小姐 真糟 你已经下践到这个地步了吗 你 先生 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有多爱你 人生 刚下飞机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过去找你 怎么会不方便 我的时间都是你的 天热 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 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 原来爱一个人 再小的事情都会放在心上 可惜你爱的那个人 从来都不是我 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 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 阿神 我生病了 求求你 就陪我一晚上 别走好不好 言深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要不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你好好陪温小姐 我没关系 杨漫宁 我温秦的男人 不需要你让 要是让爷爷知道 谁准你这么说话的 对不起温小姐 我知道我不该回来惹你生气 求你不要告诉爷爷 要不然我 温秦 当初你逼走漫宁 抢了她席室总裁夫人的位置 现在竟然还敢拿爷爷威胁她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警告你 收起你的小心思 要是你敢碰漫宁一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啊 我可以不伤害姚曼宁 只要你给我一个孩子 否则 不就是要个孩子吗 好 我成全你 熹总 不好了 姚秦姐出车祸了 你说什么 我马上过来 言深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要去做什么 先生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不会有一丁点难过 我 别哭了 以后我保护你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爱你的 迟早会让你后悔的 言深 暗宁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忘记 你 连深 是你送我来医院的吗 文静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吗 什么 曼宁才刚回国 你就要用这种手段将她置于死地 你好狠的心啊 先是电话里威胁曼宁 导致她精神恍惑出了车祸 你就这么想将她置于死地吗 所以你就这么轻易地给我定了嘴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罪大恶极吗 当初你自己摔下楼梯陷害曼宁 让她背井一箱无法回国 从那以后 你在我心中就已经十恶不赦了 温小姐 您好 我是你的主治医生王喜 请问我现在可以进来吗 不行 不能让阿神知道我的病 如果阿神知道我活不了多久 只怕会更开心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我想杀了杨曼宁 有种你就掐死我了 反正我死了 爷爷会大翻雷霆 更不会让你和姚曼宁在一起 你敢 我敢不敢 你尽快试试 你以为会上你的当 你最好祈祷曼宁平安无事 否则 我让你给她陪葬 没关系 我没事 可是 您在哭啊 原来 哭了 你已经昏迷两天了 还好没事 和您一同出车祸的那位小姐 可就脆弱多了 受伤也不重 竟然到现在还没醒 您的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以后这样的事还会经常发生 您要不要考虑高知家属办理住院治疗 至少这样可以缓解一下病情 阿神如果迟到了 巴不得我忘了他吧 不行 我现在不能住院治疗 这样吧 下个月灵医生就从美国交流回来了 他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 也许他能帮到你 嗯 你 这才是西燕神一直以来捧在手上 藏在心尖的身 而我 什么都不是 谁允许你进来的 你又要对曼宁做什么 严申 让温小姐进来吧 我想跟她谈谈 阿神 你帮我去楼下买份甜点吃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好 温琴 那心上人厌恶的感觉还不错吧 你故意陷害我 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做什么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位置 温琴 但不要不是我把习太太的位置让给你 你以为就拼呢 也能留在西燕神身边 不过你也真够可怜的 我这么久了 燕神的心里还是只有我 姚曼妮 你也别忘了 三年前 是你把我推下楼梯 也是你苦苦哀群 说出国后再也不回来 我不要追究的 怎么 真当我温琴是谁的 可以捏的软柿子吗 三年来 外人结齿 习太太的位置 只有温琴一人 就算她不爱我又如我 偏偏你想要的 这习太太的位置 连一个她不爱的人都做得我 你却不行 你就装吧 你要不是因为嫉妒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哼 说到底得不到西燕神的爱 还是恨她 不过我倒要看了 这习太太的位置 你能不能坐 灵神 救命 满宁 医生 医生 这辈子 绝对不会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你怎么办 被你喜欢 是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事情 燕神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打她 信你 好 你告诉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房间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我刚回来 曼妮就被伤成了这样 我 发生了什么 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了 怎么 没话说了 你现在是连理由都懒得憋了是吗 你知不知道曼妮出车祸才刚醒你 这一下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是你把曼妮害成这样的 那你就跪在这里祈祷她平安午时 算是给她赔罪 我 习生 我也受伤了 我也是个病人 你就不担心我吗 你不配 我不配 好一个不配 习先生 我真傻 即便你这样对我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的回忆再多谢 更多谢 习先生 姚小姐经过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需要进病房观察 习先生 你能不能 滚开 少恶心吗 恶心 说实话 我不是没想过 如果姚曼宁死 你是不是就彻底属于我 可是 温情 别仗着爷爷喜欢你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真的以为可以用爷爷 来威胁我一辈子吗 很快 很快我就 习先生 姚小姐刚醒过来 正在喊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要立马过去一趟 温情 这笔章我迟早会跟你算 严生 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是想你能多陪陪我 少恶心我 跟你这样的女人多待一秒钟 都是在浪费时间 严生 我一定 又让你看到姚曼宁的真面目 喂 严生 温小姐 二生在洗澡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帮你转道 洗澡 你们在医院做什么 在医院怎么了 只要严生 严生 都怪我身体太虚弱了 没有拿我们杯子 还撒了你一身水 不怪你 你今天好好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严生 反正这个病房这么大 今晚不如就留下来 陪陪我吧 严生 我也受伤了 我也是病人 你就不担心我吗 满宁 我今天公司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严生 我是不是不敢回来 我只是实在忍不住 就在见你一面 你想太多了 你没有错 错的是温琴 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姚曼宁 你的确不该回来的 你来做什么 别着急啊 我只是来给你看看 被你藏在心肩上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西施的医院里 每一间病房里都有摄像头 你想要的真相 就在这个U盘里 严生 如果你看清姚曼宁是个怎样的人 你会不会后悔这样对我 严生 你一定不要相信这个女人 她一定是在计划人什么 我好怕 别怕 我在这儿 想用这个来挑拨我和曼宁之间的信任 太天真了 原来 就算把证据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 你也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姚曼宁 心神 如你所愿 我后悔了 我后悔答应姚曼宁这样的约点 后悔以为结了婚就能有大把的时间让你爱上 后悔自以为可以在你心里有哪怕那么一点点位置 更后悔 爱上你 你还想干什么 我要盯紧你 这样才能确保曼宁的安全 邪神 为什么你总是能这么欺而易举的就给我定罪呢 三年前是 现在也是 你从来都知道我喜欢你 所以你才能狠狠地给我最致命的遗迹 姚曼宁是人 我也是人 被误会被指责被你这么对待我也会疼的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姚曼宁 还有 你欠我的蜜月旅行我不要了 前世 我们离婚了 我红柳宁中这份来的遗憾 你又耍什么火药 我已想洒脱消 转身那么强 温琴 你就算死在我面前 我和你都不可能 这位先生 你是谁啊 别装了 我不是这套 不是要离婚吗 把离婚鞋一签了 我竟然连他也忘了 叶神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不只是讨厌你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怎么 不装饰宜开始卖惨了 离婚协议我可以欠 但我要你给我一个孩子 只要怀孕 我立刻答应离婚 敢威胁我 温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为了让我上你 就这么不择手段吗 我只要孩子 要孩子 好 我给你 严慎 我真的 好舍不得你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忘记夕燕水 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他答应给我一个孩子 等我彻底忘记他的时候 至少孩子 是我爱过他唯一的证据 温琴 你还真是不要脸 想用孩子帮助夕燕水 你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怀了严慎的孩子 你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怀了严慎的孩子 怎么可能 洗澡 你们在医院做什么 在医院怎么了 只要严慎歌响 在哪儿都可以 怎么不可能 你不要忘了 严慎自识之中爱的都是我 而你 不过是一个插足我们感情的小三 姚曼宁 你可别忘了 当初可是你拿了喜爷爷的钱 抛下他出国的 那又怎样 温琴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不信我就让你看看 谁才是定小三 曼宁 温琴你干什么 我好痛 孩子会不会有事 别装了姚小姐 你这种着力的演技骗得过谁啊 你刚刚那股嚣张劲呢 严慎 温琴 我说过的话 你是不是都忘了 我说过 你要是再敢伤害曼宁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严慎 你看不见吗 根本不是我推的她 是她自己 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惹无人小姐不高兴 姚曼宁你闭嘴 严慎 不知悔改 你先是打电话刺激曼宁 现在明知道她怀孕了 你还推她 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以后 曼宁就住在喜家 你就当她的专属保姆 秦严慎 你不能这么羞辱我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可以找人代替你照顾她 你不是有个外婆 住在乡下吗 我找人把她接过来怎么样 秦严慎你要干嘛 你不要动我外婆 严慎 这样不好吧 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要不是她 你也不会受伤 让她照顾你 是应该的 那好吧 温小姐 麻烦你可以给我倒一杯热水吗 好 说 事儿 不 怎么 没事吧 要 慢眠 你 怎么样 又没有当到 温小姐 对不起 言声 都是我的错 那杯水太烫了 我一时没拿住 我才破到温小姐 都是我的错 那杯水太烫了 我一时没拿住 才破到温小姐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是当不好保姆 我不见坏人 不 不要动我外婆 我会好好做的 婚琴 你可真够下见 堂堂习室总裁夫人 怎么破到这个地步 浪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里收拾 等等 我要你跪一下 用手捡 温琴 这才刚开始而已 我劝你还是早点跟西燕生离婚 还能少上点过 离婚 你休想 只要我还是西燕生的妻子 你这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你的孩子也只能是个私生子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倔强下去 没什么意思 你这么做不敲 怎么样 有没有烫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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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为什么你的温柔可以给十千万分 却唯独不能给我 喂 罗小姐 你明天有空吗 盈医生回来了 我明天会过去的 多谢您了 不是说今天产检吗 怎么突然约我过来 想我了 要不是说产检哪有机会出来啊 反正喜岩检也不在 不会来着 宝贝 我可想死你了 杰哥 你好棒啊 弄得人家好熟 杨曼宁 怎么样 我是不是比喜岩检强多了 我又没跟他睡过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还了他的孩子吗 我骗他的 不这样 怎么能住进喜家 开张假证明还不容易 谁 谁 谁 怎么了 是问琴 他知道了我假怀孕的消息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看你往哪儿跑 放开我 跑啊 再跑啊 杨曼宁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为什么要骗西岩检 不行 我要告诉岩检 告诉他 温琴 西岩检那么厌恶 你觉得他会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还不死心 那就别怪我客气了 温琴 谁叫你等落 你先走 温琴 你要干什么 怎么了 温小姐 救救你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曼宁 温琴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杨曼宁自己 她自己 是 是我跟着孩子没缘分 也是我 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杨曼宁 你装什么装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为什么陷害我 你做出这种事 还敢诬陷曼宁 我告诉你 曼宁今天要是出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先生 你不信我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 曼宁今天是来医院产检 那您 你来干什么 我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怎么 理由都编不出来了吗 跟我去医院 也是 我不用去医院 我没事 不用去医院看病 带你去医院看病 你也配 跟我去医院 曼宁今天要是真的有事 我要你好看 这个贱人好像真的我 看来 我得好好查一查 他是什么情况 腰下减伤是严重 现在需要抢救 不过看情况 这个孩子一定是保不住了 温奇 你 先生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姓名 我就是信你太多次了 才让曼宁一次次受到伤害 现在还让他的孩子死掉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原来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样的人 对 我就是嫉妒姚曼宁 我想让他的孩子死掉 这样说 你满意了吗 这么恶毒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看来还是我之前对你太认辞 曼宁现在正在抢救 你就给我跪在这里好好反省 她什么时候醒过来 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先生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根本没有 不反省也没关系 我可以叫人把你外婆接过来 让她看看她的好外孙女 是多么下降 爷神 你怎么对我都行 你不要动我外婆 那就看你能不能好好反省 说鬼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那你不要动我外婆 我 总有一些话 来不及说话 你可真下见 总有一个人 是星口的初夏 想起那些花 那些笑 远离落下 林医生 林小姐的电话一直打通啊 小琴 如果爱忘了 还不想过山 那是幸福我 让她替我兜胆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阿神 我怎么看见你来了 西先生 姚小姐的手术很成功 但因为失血过多 现在需要大量输血 不过 医院的RH阴性血没有库存了 RH阴性血 温晴不就是RH阴性血吗 野神 你终于来看我了 求求你 你不要动我外婆 把她吃了 原来她连我海鲜过敏都不知道 怎么 怕我在里面下毒 不是 这是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照顾我吃饭 我还有点不适应 我还有点不适应 吃完跟我去趟急诊室 曼宁刚出急救 术后反应强烈 现在需要RH阴性血 所以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摇曼宁啊 不然你以为呢 如果不是你 曼宁也不会进去救世 现在不过需要你抽点血 就当是你为自己做的事赎罪 野神 我现在不太舒服 可不可以先不抽啊 RH阴性血 不用验了 直接抽 有多少抽多少 我只要曼宁 野神 这是你欠曼宁的 你永远没有说不的权利 小姐 你过敏了 你怎么会过敏 先生 我们结婚五年了 我从来不吃海鲜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你海鲜过敏那你还 为了不给曼宁现血 你宁愿过敏都要吃下那碗海鲜粥是吗 不是的 过敏抽的血还能用吗 能 能用 但是这位小姐 已经抽了这么多血了 这不还没死吗 那就接着抽 先生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的命在你眼里 到底算什么 是你把曼宁害成这个样子 就算把你血抽干 那你也罪有应得 好些人 就当我这些年的爱都为了狗 把这些血抽完 我们就晾清了 你什么意思 先生 我们离婚吧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没什么 只是爱你这些事 实在是太累了 我不想住 才爱你了 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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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对她吗 你们结婚五年了 丫头还想过敏 你不知道吗 爷爷 你怎么来了 我又不过来 你们把丫头都欺负死了 丫头 是爷爷对不住你 现在你把这个女人 带到小琴的病房 是什么意思 爷爷 当初是你和温琪设计逼走那一个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她回来了 我们应该补偿她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爷爷 你已经逼走过我一次了 我是真心爱严神的 求求你成就们吧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严神 妈妈 妈妈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喜严神 如果当初救我的人不是你 那该有多好 丫头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爷爷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温小姐 你明明对海鲜过敏 为什么故意吃下那碗海鲜粥 害得爷爷觉得 我和严神是故意害你的 喜严神 看在您救过我的份上 我一定要让你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 姚小姐 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在质问我 我丈夫的情妇吗 还是见不得光的小三 还有你 喜严神 姚曼宁流产的真相都没有调查清楚 就这么快给我定罪 这是一个丈夫该做的吗 你要真相是吧 好 把地下车库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啊 岩生 万宁 万宁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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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他还真是时候 不要管他 等病好了 你就回西市上班 西市集团 就是你的娘家 丫头 你记住 爷爷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爷爷 西原神已经在查监控了 你记得帮我把监控处理了 温浅 没了监控 我看你还能怎么办 总裁 我们刚刚调查了地下车库的监控 但是夫人和姚小姐所处时间段的监控 被人为删除了 一群废物 没事 都怪我这身体太虚了 你查到我问小姐要的真相了吗 监控录像被人为删除了 难怪 难怪什么 没 没什么 林医生您好 我是王医生 学长 怎么 昨天才送你进的医院 今天又认不出来了 是你送我来医院的 学长 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这个情况 王医生已经跟我讲了 现在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不超过一年的话 你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 现在 最好还是住院治疗 我不能住院 可不可以吃药还钱 药倒是有 不过隔段时间 你都要来医院复查 而且这个药一定不能断 否则会反弹 导致病情加重 你确定你一定要 开药吧 小琴 一定要记得是吃药啊 温琴 你来这里干什么 先生 这里是医院 我能来干什么 不是只有那杨曼妮会生病 我也是人 我也会生病 我也是人 我也会生病 少跟我说这些话 我听了只会觉得恶心 别以为你上了监控 就能陷害曼妮 我根本就不会相信 小心 原来 还是会难过 这位先生 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是病人吗 我怎么对我的妻子 与你无关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闲事你放开我 到底想干什么 监控我调查过了 难怪你敢让我去查监控 你早就让人把监控删掉了是吧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监控竟然被删了 想不当让杨曼妮抢先了一步 说话 没有监控又怎么样 就算有 就算把证据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 你也还是会相信姚曼妮 不是吗 我相信曼妮 那是因为她值得相信 不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毒妇 只会搞那些见不得人的把戏 喜恩师 姚曼妮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温情 都什么时候 你还想抹黑她 既然你这么有经历 那你也不必待在医院 明天就给我出院 温情 你还真是不死心 想拆穿我 我姚曼妮想要的东西 谁也别想抢走 杰哥 我有个事要你帮忙 这次 我一定要让温情跟西医生离婚 温情 你 你是谁 他不会在我家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过没关系 只要知道 他是你现在的亲夫 姚曼妮 想干什么 有谁要杰湿知道 他知道有罪 你 你觉得他会相信你 就是 宝贝 今天哥哥一定让你好好收服一下 姚曼妮 你不得好死 你骂吧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给你拍下 不止发给严生看 也要发给你外婆 就是不知道他老人家 看到这么刺激的东西 会不会受不住 主手 你个主手 老伴 别挣扎了 反正你老公也不爱你 不如跟我 我不嫌弃你是个二叔伙 别废话 赶紧动手 我就不先等他被别人玩了 眼神还会有的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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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姚曼妮 你给我下药 还不上等什么呢 乖啊乖 别挣扎了 哥哥保证让你遇险遇死 这么嫩的伤 加坏了我身体 放开他 你 出声 走死 姚小姐 习先生回来了 别挡了 习先生回来 赶紧走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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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小琴 你怎么了小琴 文青 你在干什么 习先生 啊 先生这是误会 我是个小琴 死我一样的 误会 医生 救我 怎么 林医生想在这里围观一下 我们夫妻亲热吗 等一下 你还想干什么 好好给我送客 文青 你就这么缺男人吗 没有男人你就活不下去是吗 清醒了吗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找男人 是要曼宁陷害我 这种时候了 你还要托曼宁下水 文青 你真是死心不改 自己洗 还是我帮你洗 也是 也是 我好冷 继续别停 把自己洗干净了 别脏了我习家的地 你不能忘 你不能忘 不能忘 你要是忘了 就彻底解释不清了 调查一下西市医院的那个林医生 医生 你相信我 我和林医生真的什么都没事 洗干净了吗 医生 我已经查清楚了 林医生怎么可能喜欢上你这种荡妇 原来你的肩膚另有其人 林医生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这是姚曼宁 温小姐 你为什么这么陷害我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曼宁她一直在医院 我刚把她接回来 你只需要告诉我 这些照片上是真的吗 照片是真的 可是 可是我真的没有 还想抵赖 把人给我带上来 小姐 曼宁 曼宁 我根本不认识她 她不要把你 小姐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咱们就承认了吧 算我求你了 我 我真的受够了这样见不得光的感情 我真的受够了这样见不得光的感情 你有病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小姐 我知道你舍不得西家的钱 但是我也真的忍受不了 你为了钱留在别人身边 我以后一定好好努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相信我 西家的钱咱不要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好吗 小姐 严申对你这么好 你还做出这种事 你让严申的理往哪哥呀 妖曼宁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这么害我 小姐 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她不承认也没用啊 徐总 小琴说了 她只要怀孕了 不管是谁的孩子 哪怕离婚了都能一直找您要钱 你看 这是她给我的信 不是 严申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相信我 闭嘴 诶 相信你 温妻你配吗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我就说 你怎么突然想要个孩子 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这一切 想要我成全你们 做梦 老师 我好痛啊 阿宁 满宁你怎么了 可能是之前的酒伤复发了 阿宋 我送你去医院 阿宋 我好怕 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见不到你了 如果曼宁今天有事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明天我会让律师准备好离婚协议 离婚可以 但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 谢谢西东 谢谢西东成全 放开我 谢谢西东 谢谢西东成全 放开我 把他们拖下去 看着你这么狼狈的样子 我怎么还有点心疼呢 说真的 不如你跟了我吧 再怎么样我也比他鲜身强 滚 这么帮杨曼能做坏事 我有报应到 妈的不是好歹 别哭了 以后我保护你 你少恶心 跟你这样的女人多待一秒钟 都是在浪费时间 你不吃东西 叔叔知道了会心疼的 你一起吃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你 我迟早会让你后悔的 我 我怎么睡了这么久 我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 温小姐 不好意思啊 让你等这么久 我不舒服 下午阎深陪了我一会 才回来这么晚 等什么 阎深 你吃饭了吗 你饿不饿 我给你做饭了 我让你装什么装 我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赶紧把字签了 别以为装作不知道 就可以蒙混过关不离婚 赶紧把字签了 别以为装作不知道 就可以蒙混过关不离婚 原来我忘记的是离婚 看来郑泽说得没错 赶紧签字 我是不会让你这种 跟男人乱搞的贱人 继续留在习家的 先生 你真的想要还要跟我离婚了吗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将来 你不会后悔吗 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你知不知道 娶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被你爱 更是一件令人极其作坏的事情 我 母亲 先生 我知道你恨我 但我不知道你这么厌恶我 连我爱你这件事情 你都觉得这么恶心 好 没关系 怎么会是不会爱你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用什么下作的手段 都离婚了我还能用什么手段 可以用的我都用了 为什么始终悟不热你的那颗心啊 你最好是 以后别再出现我和曼宁面前 喜岩神 你恨我 恨我 你配吗 我多希望你能恨我 这样至少还能证明 我在你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位置 是 想要乱雪下留在错位时空 住 时空 时空 不行 不能忘记喜岩神 我那么喜欢他 不可以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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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可以 forgot 不可以 anco 上去 art 我有某历ушки 也是 曲手 背影 呢 otional 除了我 不能 很多 都没想到 我就能在哪 您确实坏人了 但是 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医生 我想留下这个孩子 你现在吃的药 对大脑有刺激作用 如果想留下这个孩子 你的药必须停了 但是这样 你的病情会夹住 宝宝 既然你来到妈妈身边 妈妈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你看看这个事情 爷爷生病了 他现在见你 爷爷目前受不了任何刺激 不许告诉他 我们一起离婚的事 爷爷怎么了 突发性新稿 目前还在观察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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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爷爷没事 就是人老了不出用了 还让你特地来看我 我上次让你安排 小清清息事的事 你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小心明天就可以入职 您还病着呢 就别操心了 是呀爷爷 您身体要紧 我会照顾好自己 那就好 让他当你的秘书 爷爷就放心了 明天你就来习师入职 别以为有爷爷护着你 你就可以在习师为所欲为 习师不养闲人 秘书的位置已经有曼宁了 我会给你安排别的位置 严身 爷爷还好吗 都怪我 明知道爷爷不喜欢我 还出现在他面前 害他气成这样 姚曼宁 是你把爷爷气病的 温小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爷爷 温奇你够了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曼宁 你做的事情 可比他严重多了 习师 所以你把我找过来 就是为了给杨曼宁 收拾烂摊子是吗 你不是也得到好处了吗 习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 明天你就来习师当个 宝贱 我已经 走 明明 还真干上宝贱的活了 新来的宝贱 竟然在这偷懒 不知道厕所马桶堵了吗 还不快去通一下 你 你什么你 当宝贱就要有 当宝贱的样子 还不快去 怎么 不愿意去 温琴 你说 要是爷爷知道 你的隐身临婚的时候 我去 姚秘书说的果然没错 脏的人就适合干这种活 下届人该下届事 不过 这厕所 好像没通干净 听说呀 有一种方法 可以检验厕所干不干净 放肝 这次只是给你的救助 下次 不就没这么简单 总在 我真的没骗您 我亲眼看见那个新来的宝贱 替姚秘书躲在厕所 还骂她是什么 小三 温琴 你现在有失忆症 对吧 你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不如这样 你今天把毛泡水 给我喝干净 我就告诉你 做梦 我不想知道 我要出去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让开 你现在吃的药 对大狼有刺激作用 如果想留下这个孩子 你的药必须停了 但是这样你的病情 只为家中 怎么 犯病了 与你无关 让开 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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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不是我推她 温琴 她应该不是故意推我的 她对我 可能有什么误会 误会 你们能有什么误会 我刚刚 刚发生了什么 严身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推她 事情不是这样的 好 我给你解释的机会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 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故意去伤害她 我没有 怎么 都编不出理由了是吗 温琴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看来你一时把我的话 当耳旁风是吧 温琴 这一次 我会让你知道 挑衅我的下场 我真的没有欺负她 最近发生了什么 最近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也想不起来了 最近发生了什么 最近发生了什么 你发动的 你 为了宝宝 以后不能吃药了 只怕记性会越来越差 喂 小琴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来复查了 还好吗 学长 我准备放弃治疗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治疗的话 你会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再怎么治疗我都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你再见面了吧 你怎么在这里 我带你去见个人 喜言神 你干什么 你 喜言神你到底想干什么 外婆 外婆 喜言神 你对我外婆做了什么 还能做什么 怕她一个人在乡下不方便 帮你把她接过来罢了 闻琴 我警告过你 再敢伤害曼宁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喜言神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姚曼宁 我给过您解释的机会 我根本没有伤害过姚曼宁 但是有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那么清楚 因为 我得了失忆症 会时不时的忘记一些事情 也许有一天 你我也会忘记 失忆症 闻琴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骗 连这么可笑的理由你都编得出来 你觉得我在骗你 是不是骗我 你心里清楚 听话一点 我就 每个月让你来探望你外婆一次 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安分 你知道后果 外婆 开车 你怎么在这扫地啊 我扶您进去 死了 太婆 磨蹭什么呢 今天如果没有把门口的地扫干净 别想进去 姚曼宁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言神好心把他接过来 这老东西还真想再来 在这白吃白猪啊 我让他干点活怎么了 你欺人太甚 你别打我们小金 你要打就打我吧 我就欺负这个贱人 我不只欺负他 还有你这个老公子 以后只要有我在 你们都别想好过 你 外婆 我可没吞你啊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出来碰瓢啊 真是灰气 救命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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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救救我外婆 放心在外面等着 外婆她没事吧 温小姐 外婆她没事吧 你说你也是的 你一个老人家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不要嘛 妞 都是因为你去死 我外婆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要你救命 救护车 救命 温小姐 你疯了吗 你 喜燕神 是她 都是因为她 是她退了外婆 外婆才变成这样的 温小姐 得到的回事 怎么这么多些 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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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车 oure 翻车 温馨你疯了吗 你的手 别以为用苦肉剂 就可以不用偿还对曼妮的伤害 想拿自杀威胁我是吗 你的命在我这里 一无知 太好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外婆她怎么样了 你外婆她 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不过什么 她被伤到的是头部 现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她 你把话说清楚 小琴哪 小琴 小琴 你有没有被坏人欺负啊 喂小琴 老人家年纪大了 这次还撞到了头 脑部受损 导致双部失明了 小琴 不要担心 外婆 外婆没事 好了 赶一看外孙女 看完了 我们该回去了 啊 好吧 小琴 先生 你这个畜生 要报仇就冲我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外婆 把她害成这样的人是你 外婆能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 外婆能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 怪我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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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过不是我一意孤性嫁给你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都是我的错 小琴 先生我求你 你放过我好不好 你放过我 你放过我外婆 好吗 我保证 我一定会离你远远的 好吗 我错了 先生我错了 微信你干什么 微信 我求求你放过我吗 你放过我吗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你让我离婚我也离了 你让我和你一起变盈 因为我也变了 我求求你 帮我联系好国外最好的脑科专家 不惜一切代价治好温情的外婆 另外 温情在公司的工作我先放一放 这段时间让她照顾好外婆 温情 你还真有本事 都这样了还能勾引行事 外婆 小琴 我找到你可以吃的药了 保证不会 小琴 小琴 救救我的孩子 病人情况特殊 是个孕妇 而且当前患有阿尔塞膜症 这床上的病人呢 你是说那个孕妇吧 刚刚受刺激昏迷 送去妇产科急救了 怀孕 温情竟然真的怀孕了 怀孕 温情竟然敢怀孕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是你 医生 温情没事吧 孩子保住了 病人是遭受巨大情绪刺激 导致孕肌应急反应 情况不太稳定 还需要观察 这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才是温情的丈夫 林医生可以离开了 喜严深是吧 小琴是个好姑娘 你这么对她的话 会后悔的 我们的事 就不劳烦林医生费心了 她怎么会怀孕 温情 严深 我们的孩子保住了吗 保住了 孩子没事 病人现在受不得任何刺激 先送回病房 严深 听说温小姐怀孕了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 谁的 许总 小琴说了 她只要怀孕了 不管是谁的孩子 哪怕离婚了都能一直找名要钱 贱人 竟然敢背着我 怀上别的男人的野种 严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这个孩子到底是你跟哪个肩负的野种 被我说中了 是不是还打得散办 准备用这个孩子来拼我给你钱呢 对 被你看出来 这个孩子就不是你了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夕先生 现在可以离开我的病房了 要是我孩子的爸爸看见 会不高兴 贱人 被我说中了 这个野种是跟上司那个男人的 还是那个林医生的 冬琪 外面勾搭这么多野男人 你可真够狭贱的 嗯 冬琪 我记忆没什么成绩 你 邪神你给我滚 滚出去 出去 病人情绪不稳定 现在受不得任何刺激 你 温琴在吗 我是她丈夫 找她有什么事 哦 是这样的 温小姐上次孕简的单子忘记带了 她电话打不通 一张 我她偏 wet kah 所以那鱼 喂 我刚刚住在习严生了 他看见我在南科 你就不能换一家医院吗 温情怀孕了 我好不容易让习严生以为孩子是你 你先离开医院 我想吧 温情 你别怪我 要怪 只能贵了命破 外婆 我来看你了 是小晴来了吗 对 是我 我来看你了 外婆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走走吧 散散心对病情有好处 好好 小晴 干得好 事成之后 另一半我让证捷给你送回去 外婆 外婆 小晴 你帮帮我 我外婆 我外婆都不见了 你先别着急 在这儿等等 我马上让人帮你去找 啊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后来的你我就算了 怎么会 怎么会 小心 我们会找到外婆的 你相信我 你们在干什么 我爱过的人 一会儿不见你这这么惊讳 一会儿都忍不了着急找野男人是吧 先生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是小晴的外婆不见了 你出去安慰才关心他 先生 你帮帮我 外婆都不见了 所以你就叫这么个废物 帮你找人 求你帮帮我 外婆的失明了 一个人走就很危险 求求你 怎么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习先生 要不是你把小晴的外婆带来 根本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你怎么还能威胁小晴呢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怎么 不找外婆了 先生 我求求你 你帮我找找外婆吧 我求求你 温馨的外婆不见了 全院搜查 我要你们绝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等消息吧 想要救你外婆 就避开所有人去接电话 要是敢透露任何消息 我保证 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婆 要么你你抓走我外婆到底想干什么 放心 你外婆现在在我这儿 这况很好 不过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小晴 小晴 外婆疼 好疼 要么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小晴 你不许欺负我们家小晴 小晴 我记得你还怀着西岩生的孩子 就凭 也没剩下西岩生的孩子 问题 我要你把孩子打掉 要么你 你自己选 要外婆还是要孩子 宝宝 妈妈该怎么办 做不出选择是吗 那我帮你去 把那个老不死的给我吊起来 你住手 你放了个外婆 我 我去把孩子打掉 那你可要快一点 要不然你外婆一把老骨头 可等不了那么久 宝宝对不起 妈妈这次没办法再保护你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找到照片上这个人 是 李婶 帮我准备一些补品过来 要适合孕妇的那种 你真的想说 这个孩子 她很健康 打掉吧 搞不好 妈妈好想把你生下来 就算爸爸不喜欢你 你还有妈妈 病上上的人呢 怎么又是你 你是说温小姐吗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 她丈夫 你是她丈夫 难道你不知道 她今天做流伤手术吗 你说什么 流产 准备注射麻醉剑 不用麻醉 我想远远记住 失去这个孩子的痛 宝宝对不起 妈妈也不想放弃你 但是 妈妈没有办法 温琪 先生 你为什么阻止我打掉这个孩子 把孩子打了 不是正合你意吗 这是我的孩子 没有我的允许 谁准你擅自打掉这个孩子的 习总 我记得你说过 这不是你的孩子 是个野种 您这又是闹哪出啊 温琴 我已经知道这个孩子 是我 这是我的孩子 跟你贤身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温琴 我绝对不会放你离开 喜言深 你凭什么关着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当狗吗 我要去救我外国 你放开我 我绝对不允许你 打掉我喜言深的孩子 喜言深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放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放开我 温琴 你怎么敢 我非爱派出生过境 温琴 这是我的孩子 既然你这么厌恶他 我还非要让你把他给生下来 至于打掉孩子这件事 你想都别想 正有链子锁着呢 已经关了好几天了 那你再帮我办件事 好 好 你在干吗 先生 我给夫人送牛奶 听说这孕妇 喝牛奶比较好 牛奶给我 你先走吧 好 把这个喝了 对孩子好 不喝 是要我亲自喂你吗 不喝 听话 乖乖把孩子生下来 乖乖 先生 我外婆现在生死未卜 您凭什么觉得我能安心在这里养胎 外婆我会找到的 你先安心养胎 喂 您 Alien 什么 我可以 救救我的孩子 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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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呢 孩子 医生说你服用了大量的大胎药 孩子已经累了 你就这么恶毒吧 连自己的孩子都下得了手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吃大胎药 还不承认是吧 这是从你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大胎药 这不是我的药 我的药分明是 还不承认吗 是我的孩子影响到你和你的肩膚 双宿双飞了吗 所以你要心中杀了他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温琴 真是好药 就像离开树的落叶 飘不见已经 满了心 把这个喝了 对孩子好 原来是这样 邪生邪生 你好狠的心 你只是恨我 所以你想亲手打掉这个孩子 然后演了这么出戏来骗我 让我终日活在鬼恨里 你就是个骗子 你就是了我的眼神 既然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你就不该给我希望 孩子没了 可以放了我外婆吗 好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兑现成了 我会放过你外婆 至于你 我已经帮你学好了地方 马上送你走 爷爷 原谅我的不辞而比 也许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您今宵 你不是死都不同意我嫁进喜家吧 只要你死 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喜太太 住手 爷爷 杨曼宁 你是在杀人 要是要演谁知道 知道又怎么样 温琴 爷爷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能杀害爷爷 那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要杀爷爷的是你 而我 是在救爷 你们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我们就是帮喜总抓住你这个伤害老人的罪人 是你们伤害爷爷 休想再造给我 救命 救命 臭 还想喊人 温琴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杀害爷爷的凶手 我说过 我会送你去一个很远的地 这下 终于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你和你外婆了 放开我 放开 你答应我放过外婆的 你要是感动她一下 我跟她拼命 你烂命一条 跟我拼什么 如果不想你外婆有事的话 就给我乖乖把嘴闭上 你嘴认了 不然 你就去跟严生说 看她信你 还是信我 你 呵呵 你别吓我 爷爷 爷爷 别吓我 温琴 你杀了爷爷 你杀了爷爷 不是我 不是你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如果不想你外婆有事的话 就给我乖乖把嘴闭上 嘴认吧 不然 你就去跟严生说 看她信你 还是信我 是 温琴 你 爷爷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下得了手 不是我也是 真的不是我 贱人 以后就待在监狱里 给爷爷赎罪吧 给我好好咒 我要她在监狱的每一天 都生不如死 是 我们办事您绝对放心 还挡什么挡 这么好的身材 挡着多可惜啊 是不是 这是你运势 你们找错了 老子让你走了吗 老子让你走了吗 大哥 这娘们真够劲呢 等会我先玩 等我玩完了 你们随便怎么玩 什么说了 让这娘们生不如死 是谁派你们来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是西安师的妻子 你怎么干 臭娘们 吓了谁呢 齐总的人 我们也是齐总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以为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就是齐总让我们上你的 宝贝 你刚才威胁谁呢 不 先生不会这么对我的 他不会 以后就待在监狱里 给爷爷赎罪吧 先生你就这么恨我吗 你们俩 直接给我摁住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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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就求着我要了 放开他 嗯 你 约绳 哈哈哈 放开他 臭小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敢多管闲事 心不忌老子现在就废了你 你这个再不顾 就等着在牢里多坐几年吧 老板 这下伙好像把玉京叫来了 看给你来 怕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这次先放了你 你们给我等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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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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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琴醒醒 学长 学长你是来救我的吗 先生居然让人这么怼你 这个畜生 走 小琴 我带你离开这里 走 你要带我的人去哪儿 滚开 你管不着 放开他 先生 你还想害小琴害得不够惨吗 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要带他走 这一次我一定要带他走 你大可以试试 走 明正 啊 啊 明正 你就这么关心他 啊 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既然 你们这么难上能复 那就都一起带走 这是哪儿 先生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这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既然你在监狱里都不安分手起 那就给我好好待在这里反省忏悔 把人给我带上来 先生 你不要动灵战 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先生 你放过小琴 我跟他是清白的 而且我相信 小琴他不可能杀人 想不到 你们俩的关系 这么不一般啊 就是不知道 一会儿还能不能患难与共啊 你 先生 怎么 怕你的小琴郎吃醋啊 先生你这个畜生 你放开他 不要 不要 你想要拿着这么多人的面 羞辱我吗 求求你别这样 别这样 这就不行了 不如 我们来点更有意思的才能 带过来 带过来 先生 他是医生 他的手是要做手术的 医生的手怎么了 他哪只手碰过你 我就废掉你的手 医生都碰过你 那就都废掉了 给我看好了 先生 你这么恨我你就杀了我 你就杀了我吧 杀了你 那对你岂不是太仁慈了 先生你这个懦夫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时候抓我来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陪我亲自读生 文琴 文琴 先生你放过小琴 滚出去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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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过小琴 你放了他 你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让我靠近你吗 我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文琴的外婆 只要小心的外婆在我手里 她就不能起你的群子迷惑了吧 喜岩身在找人 一定不能被她找到 立刻把那个老大婆给我处理掉 文琴 既然临战之前给你做了假的精神证明 让你说不了牢 那就给我带在精神病院 做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文琴 想不到你手段挺多 被阎身亲手送进监狱 竟然还能活得住 怎么样 监狱里送你的大礼 滋味还不错呢 是你 那些人都是你们安排的 刘曼宁 我已经答应你打掉孩子 离开喜岩身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说过 谁要是敢阻止我嫁给喜岩身 我就弄死谁 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离开喜岩身 我就只好对你外婆吓死 什么意思 你对外婆怎么了 外婆 你快让她下来 你快让她下来 求求你放过我外婆 外婆她年纪大了 你不能这么对她 姚曼宁我求你 想让我放你外婆 好啊 我们都这么说 都好说 只是 我抓她的时候 可是费了我好大一份工 要不 你先讨好我一下 万一我高兴 就把她给放了 我看我这鞋有点糟 要不 你把她给我舔干净 小曼宁你 看来你是不想救你外 五天 等等 我要你 跪下 欺人太甚 我看你是不想救你外 正洁 无 无归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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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剩下你一个 真是可怜 原本你 你答应我放了我外婆 你不能住我吧 你还真是天真 只是哄骗你一下你就行 我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放过你 只有咖喱越来越痛 我才说 外婆 您再往前走点 小心就在前面等着您了 外婆 我不太太我不太太 你把离开那边行 你别吃你别吃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你帮我外婆吧 我会离开你 问琴 当初拾去点早离开不好 为什么非要跟我做对 记住 你的外婆 今天就是因为你 才死的 薛小琪呢 你在哪儿啊 外婆 杨曼宁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可惜你没机会 你这辈子都要留在这儿当一个精神病 想杀我 下辈子 把药给她灌进去 你就是精神病 什么 我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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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先生说了 这些要必须给她吃下去 練 药安 我好累 这次 是不是可以彻底解脱了 医生不是说你 金神混乱意识不清吗 怎么还没死 温琴 别装了 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vidia 别演了行不行 我都说了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坏人 这里有坏人 快走 快走 有坏人 这里有坏人 坏人 坏人 谁是坏人 坏人是谁 坏人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生不死了 这伤势怎么回事 是谁弄的 文青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你是坏人 你是坏人 安静点 再叫打死你 西总 您怎么在这 就是你把他伤成这样的 不是我西总 我不知道 人在你们院处的事 你还说你不知道 滚 别再让我看见你 文青 我带你回家 那您 文青她疯了 你照看一下 阎深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姐姐的 封了 封了好啊 你封了就没有人 再会跟我抢先生了 有点坏人 哪有点坏人 这都没有咀嚼 你分开我了 所以老婆 找到 One 你 50 外婆 怎么回地 老婆 你是不是 你怎么回来 你这一眼 你这一眼 第二眼 我要杀了你 我要你给我外婆偿命 温琴 你发什么疯 为什么杀了我外婆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严生 救命 不要 不要过来 我杀了你 温琴 你闹够了没有 我要杀了你 温琴 你闹够了没有 心神 他杀死了我外婆 我要他给我偿命 严生 你受伤了 没事 你没事就行 还有没有哪儿被他伤的 好一对渣男见你 温琴 你够了 温小姐 你别胡闹了 我们知道外婆刚走你很伤心 我们也很伤心 可是也不能因此 把所有的冤契都撒在我们身上吧 海达阿师 受了伤 杀满宁 我外婆就是你找人推下去的 你哪来的脸伤心啊 外婆要是知道你这样 她在黄泉路上 也不会安心的 闭嘴 你哪来的脸替我外婆 够了 温琴 你已经疯得分不清现实了吗 你外婆是失足最龙 和曼宁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扯上她 喜悦室 你真该死 你和这个毒妇一样 就该下地狱 你真是个疯子 来人 把她关进客房 门窗钉死 别让她跑了 喜悦室 你等着吧 她不止杀了我外婆 还杀了你爷爷 你会后悔的 喜悦室 你放我出去 喜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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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把你都忘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想起你 让我想起你到底有多恨我 多厌恶我 甚至不惜哄骗我 亲手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严深 你今晚陪陪我 我真的好害怕 曼宁 我已经把温情关起来了 不会有事了 阿深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我去看看他 你去睡觉 听话 温情 我一定要弄死你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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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病人家属在吗 我是病人家属 里面是我妻子 病人嗜血过多 需要先签署手术同医书 您签一下 的病人家属在吗 情况怎么样 伤口很深 划到了动脉 能看出病人一心求死 恐怕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他救活 你威胁我也没有用啊 是病人自己不想活了 文青 我不许你死 文青 你不是最在意你外婆吗 你要是敢死 我就把他疯给挖了 把他骨灰给养了 文青 我该拿你这么办 女人有心跳了 快 飞鸽抢救 明察 别碰我 你把我外婆的骨灰怎么样了 我是你丈夫 不让我碰你 你想让谁碰我 我的丈夫 我会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 要想活命 就给我躺好 给我吃 我的舌头怎么尝不到味道啊 尝尝怎么样 特意跟李省学的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相爱 请给我机会 文青 你又闹了一样 我做的东西就这么让你恶心吗 对 你做的饭和你这个人一样 让我恶心 让我恶心透顶 我恶心 我恶心 你还不是一样被我压在身下 嘿嘿 我说我不想多 我偏要这么做 讲不尽也偏要爱 更努力爱 齐总 西老爷子是被注射药物死的 监控被人删除了 那个致死的药物还是违禁品 一般人很难拿到 温小姐 你是说 以温秦的身份 很难拿到这种药 那到底是谁想要伤害爷爷 外婆没了 齐爷爷也不在了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也许等我走了 齐爷是 却能夺到他一直想要的 真正的幸福了吧 温小姐 听安神说你生病了 没事吧 这里不欢迎 请你滚出去 温秦你又发什么疯 我都说了 外婆的死是个意外 和曼宁没有关系 齐爷爷是 你到现在还帮这个杀人凶手说话 阿神 我没事的 别怪温小姐了 她外婆摔得那么残 所以才会 姚曼宁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 阿神 阿神 我的脸 温秦你是不是疯了 我看你就应该在精神病院被关一辈子 好啊 那你就把我送进去好了 反正你又不是没这么做过 何必把我留在这儿 打扰你们呢 温秦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阳宁你什么意思我根本不在乎 照顾好你的姚曼宁 再要下一次 我一定是杀了她 你知道的 神经病杀人不犯法 阿神 温小姐她 好了 我给你找医生 以后没事的话 你就先不要来这里了 赢神 你 曼宁 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 但是 温秦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糕 我没办法同时照顾你们俩 好 我都听你的 只是你不要太累着自己 小青 你怎么不吃饭 外婆再得有灵的话 一定不愿意记你这样伤害自己 该死的人是我 如果不是我执意要嫁给喜燕神 外婆就不会死 我才是那个该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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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珍 带我去见家外婆吧 我已经不记得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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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严深哥哥 温小姐 我是想跟情人私奔了吧 开车撞上去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喜燕神你疯了吗 你把学长怎么了 你放过他 你放过他 母亲 你竟然还敢跟他来往 看来你是把我的警告不当回事了 喜燕神你胡说什么 我和林湛之间是清白的 我们之间是 我都亲眼看到你和他要私奔 还敢说你们是清白的 你 你 我们就是要私奔 我把习太太的位置让出来 让你和姚曼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不是正和你一忙 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好 这个想要是 你 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 你出现了 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 你把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 你把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 我和姚曼宁光明正大 都没关系 姚曼宁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想死吗 那我就成全你 姚曼宁 你这个杀人凶手 贤身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 不能让你就这样死掉 你外婆死之前 都还在找他的小姐 姚曼宁 你不得好死 温奇 你早就该死了 就是因为你一直赖在西岩山的身边 他才会暗生 你不错 什么 怎么会着火 回边数 马上 姚曼宁 你费尽心思想得到的这一切 到头来西岩山还是选择爱我 而不是爱你 真可悲 闭嘴 真可怜 你这个贱人凭什么得到西岩山的爱 切记败坏 温奇 你你以为得到了他王 有什么用 你就不怕你的父母死不瞑目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温奇 温奇 习家那个死老头子 倒死了还在保护这个命 可他最后还是被我找到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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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岩山的爸妈 怎么可能会害死我父母 西岩爷对我那么好 不 不可能 蠢货 老不死的从始至终对你都是愧疾 难道你就不应该想一想 西岩山为什么会出现在车祸现场 不 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西岩山一直都知道真相 可是他一直折磨你又不放过你 又怎么会爱你 不 你不要再说了 西岩山说等你死了就会娶我 而你温奇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笑话 西岩山 我恨你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 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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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被锁链锁住无法逃脱 护士太大没人能救 已经被烧死了 什么 死了 哎哎 少爷 温奇 温奇 先生 死人怎么不是你 先生 温奇每天被阿尔兹海默症折磨得生不如死 你有什么还要逼死他 让他死前留点美好的回忆 很难吗 温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那不是你为了保他书一族的伪证吗 你还有资格折磨我 他跟你讲这些的时候 你在干嘛 从头到尾 你有办法想经过他吗 你在折磨他 羞辱他知道吗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阿尔兹海默症不就急性差吗 他怎么可能会死 这种病是不会死人的对不对 你一定在骗我对不对 你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这种病会导致记忆力逐渐减退 四肢退化生活不能自离 最后失去原始的反射 这么久了 你连一点一强都没发现吗 这是小琴留给你的 你自己看吧 你不用信任 接着只有我们俩 愿别人没法懂的 你说你累了 不能放过 小琴 现在告诉夕燕是你的病情 是为了让她后悔吗 真的已经想好要和我离婚了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将来你不会后悔吗 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你是不是知道 娶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被你爱 更是一件令人极其作悟的事情 后悔 对于她这种人 怎么可能真的后悔 这也是我复仇的第一步 我要让她时时刻刻记住 不能忘记我的存在 贤身这人诚服很深 怕是不好对付 机会多的是 不急于这一世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替我死去的父母报仇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需要的话 第一时间找我 谢谢你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叔叔会保护好我的 而且我相信我叔叔在 报仇会事半功倍 天忆集团在A国全是冬天 不如小雪 这次她回国 肯定也是为了替你的父母报仇 有她在我就放心了 行 宣伤的 直到三 常伺突然能祈祷 镇墨定格在默默出 凭和发心 我摸松 心思匆匆匆 是我最爱的人 不难力的 赴 怂手 晚不成 忘了谁 都不能忘了 西岩山 今天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说 病情加重了 可能撑不到明年三月 我不怕死 我只怕会忘了西岩山 如果我死了 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讨厌我 恨我 我不该不相信你 这我 你回来好不好 回来好不好 彻查事后的原因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是 阿深 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定下来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到你的新娘子了 曼宁 其实 一直以来 我对你好像更多的是妹妹的感情 我们的婚事 作罢了 妹妹 严生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跟我当兄妹 对不起 曼宁 除了感情 我什么都能补偿给你 一会儿我要回趟公司 最近公司在和海外的天鹰集团谈合作 会比较忙 好 这段时间 我就不陪你了 是啊 是啊 西先生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结婚 那就别怪我给你想要 阿深 你最近太辛苦了 喝杯牛奶休息一下吧 好 我知道了 今晚有个宴会 我就先不回来了 阿深 都这么晚了 公司最近出了点情况 这场宴会 是为天鹰集团的新任总裁而办 其实这次必须拿下 和天鹰集团的合作 阿深 你带我去吧 我有个朋友在天鹰集团 或许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这 哎呀 你就带我去嘛 就算是妹妹 也能帮哥哥的忙啊 再说 我一个人特别无聊 好 姚小姐和西总看起来真是狼才女貌 下面有姚小姐在 这次和天鹰集团的合作 会很顺利吧 是啊 姚小姐的内处中是西总的贤内处啊 这个人 怎么这么像文琴 不可能 文琴已经死了 听说天鹰集团的新任总裁是个女人 是啊 好像是天鹰集团董事长的侄女 诶 温总来了 文琴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这位先生 你是谁啊 大庭广众之下 对一个陌生女人动手动脚 不太合适吧 大庭广众之下 对一个陌生女人动手动脚 不太合适吧 文琴 你不认识我了 原来是习总啊 不过不好意思 虽然我也姓文 但我不是什么文琴 我叫温柔 姐姐 你活着真是太好了 这位小姐 你家里人没有教你 你在外面不要和陌生人乱判亲戚吗 你 文小姐 不好意思啊 一时激动 认错人了 文琴 那么大的火都没能把你烧死 命可真够大 说吧 回来干什么 回来 当然是来复仇的 果然是你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姚曼宁 你还以为我是当初那个人人可泣的温琴吗 我告诉你 现在的我 只要我想 随时可以让习事破产 你信不信 只要我想 随时可以让习事破产 你信不信 你敢 你大可试试 不过这样的话 你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习事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 可能就没了 漫妮 阿深 她就是温琴 承认了 习总 您的这位未婚妻一直纠缠着我 跟我说什么 我是温琴 这种话让我挺苦恼的 所以关于习事集团的合作 我再考虑考虑 请 温总 习事真的很需要这次合作 我也是带着诚意来找您的 希望您能 给我一次机会 习总 是希望给各公司一个机会呢 还是给你一个机会 温总 请您放尊重点 您好歹也是堂堂天吟集团的总裁 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偷引别人的未婚夫呢 这要合适吗 曼妮 你别闹了 我怎么没听说 习事集团的习总 有新的未婚妻了 我记得习总的妻子 不是刚去世没多久吗 温总 误会 我和她 并没有任何关系 也是 你给我闭嘴 我劝习总 还是好好解决自己的家务事 然后再谈合作吧 我可没兴趣去超过你们这些私事 温总 如果 我说如果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看着习总这样漂亮脸蛋的份时 今晚在房间等我 嗯 婴师你看他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还是不要到处说出 这些会让人误会的话比较好 习总 温总 这是在等我吗 习总这是 准备卖升旧公司吗 如果是你的话 倒也未尝不可 小心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嗯 习总长得倒是挺合我的胃口 只可惜这副模样 太过夏季 让人看着就恶心 是 习总 习总还是请回吧 拍好了吗 那就把这份大礼给姚曼玲送过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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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改变主意了 阿申 我想 温总怎么来了 满宁 我和温总准备要结婚了 这段时间她会住进来 你在家 好好照顾一下她 照顾 我又不是温情的保姆 好 放心吧 我一定会 好好照顾你们小姐 啊 啊 温总 不是阿申 拜托我照顾你的 你就算不喜欢 也不能推我呀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阿申 受伤的是我 如果受伤了 自己去看下医生 先生去吧 你 温琴 给我等着 你们是证捷的人吧 我给你们三倍的价钱 你会看我眼色行事 喂 变身 变身救我 变身 过来 瞧瞧这小脸蛋真精致 待会哥哥一定会好好承爱你 你还怕我的愿心才 住手 让我别怕 已经没事了 温小姐 你去哪儿了 我好担心你啊 温宁 你 真的没有看清是谁把柔柔带走的吗 我醒过来的时候 姐姐就不在房间里了 我没有看清她是被谁带走的 真的 阿申 你不相信我 没事 你们没事就好 许总 那几个人已经招了 现在正在找那个人 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在我的眼皮子地上动手 郑姐 你到底怎么办事呢 为什么西岩生会在那儿 现在西岩生的人到处在找我 要是被他抓住我们就完了 你要是被抓到了 千万不要把我控出来 我到哪里啊 我们这话什么意思 想破一下我们长 怎么会呢 你想啊 如果我们出事了 那我们还怎么夺去西家的财产 难道你甘心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吗 算你聪明了 我和你最后别耍心情 见过我们来见过他 呃 西总 人已经找到了 说 为什么要绑架他 他明明就是文琪 还死不承认 还他妈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所以我绑了他 我想毁着他难道不对吗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是另一个人害的我 不是他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 是我自己做的 没人指使 是另一个男人 是一个男人指使的 你脑子还真是有病 男的女的都分不清楚 把女的认成男的 女人 哪个女人 眼神 让手下把她处理了就行 如果再让姐姐看见她 一定会害怕的 来人 拖下去 留一口气就行 你还知道来看我 我现在这一身伤全都是拜你所赐 我怎么知道文琪会突然发疯 我怀疑 他根本就没有失忆 一定是装的 你有证据吗 而且她的这次重新出现 已经让你在喜燕神面前失去了话语权 只有她真的死了 我才能顺利坐上喜太太的位置 在你弄死她之前 能不能先犒劳我一下 昨天我差点死在喜燕神手上 行了 你也就这副德行 你也就这副德行 阿湛 阿湛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文琪 你放心 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再说 如果不是刻意安排 喜燕神怎么可能会对姚曼宁起一心 小秦 你说你折腾这么多干什么呀 只要你说句话 叔叔马上让他们习事破产 叔叔 我想亲手为我爸妈报仇 习家的仇一定会报 但你自己要小心保护好你自己 我 manipul 温情 就是你陷害 你故意装可怜骗喜燕神 就是为了报复我 对不对 对啊 我不会是用你当初对我的方式对你 怎么 这就受不住了 温情你先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 你就不怕喜燕神知道要你好看 好啊 你去啊 过你去之前 我有好东西要给你看 没事 你摔吧 我这还有很多份呢 小曼妮 你说 如果把这个视频发给延伸看 他还会像以前那样相信你吗 你敢 想让我放了你我 好啊 不过要看我心情 想让我把视频 不给延伸看可以 不过要看我心情 文琪 你别太过分了 你到底想怎样 怎么了 这就受不住了 我记得当初 你也是这么对我吧 不如这样 你自己去跟席燕生说 是你找人绑架的我 这样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不可能 那我就只好把视频 发给席燕生看喽 看看被他护着的你 在别的男生下 我放不咎 好 我答应你 别让我等太久 姐 也要看你有没有跟命 活到那个时候 瑶瑶 日子我已经找人定好了 我们婚礼就定在下个月吧 可以啊 我都想 闲水 先让你做几天美梦 结婚以后 我们 我要杀了你 你受伤了 我们去医院吧 没事 你有没有受伤 查一下谁动的手 是 刚刚确实太危险了 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安危呢 我没事儿 划伤了一点而已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我们走吧 连个人都处理不了 不行 我绝对不能做一带病 我今天必须死 醒了 你来干什么 出去 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为姚曼宁做了这么多坏事 可是她终究还是容不下你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你就不想知道 姚曼宁为什么要杀你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真的是她对我下的手 除了她 还有谁那么了解你的行踪啊 姚曼宁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姚曼宁是绝对容不下一个 对她有威胁的人存在的 就比如 你 不可能 曼宁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胡说八道 怎么不可能 姚曼宁为了席太太这个位置 杀了多少人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真是个蠢 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 姚曼宁 你这个贱人 看来 她已经相信你的好了 认为是姚曼宁要找人杀了她 这下 她们之间互相猜忌 我才勾勾小手指 她们早晚都会死 西家阳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 公司账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西总 这件事情我们还在彻查 如果被外界知道我们公司内部出现问题 会很可能给公司带来危机 西总 天鹰集团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认为我们公司不守成羡 要我们赔偿巨款 怎么了 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吗 公司账目不清出现缺口 现在还在调查到底怎么回事 你好好休息 不要太劳累了 我最近看姚小姐早出晚归 好像是去见了什么人 你不要多想 姚小姐她可能是有了喜欢的人了 喜欢的人 对啊 我上次在街上碰见她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挺熟的样子 习总 行熟的人找到了 好想和姚小姐有关 好戏终于要上演 走吧 言善我头疼能陪我去趟医院吗 怎么了 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郑姐 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你把我约出来 你到底安得什么醒 我受伤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人没死就行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姚曼娘 果然是你叫人杀的我 不是郑姐你大白天你发什么疯啊 还不承认 我昨天差点就死在你手上 你脑子被门挤了 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杀你 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那点破事 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想过让我永远闭嘴 你说什么我 姚曼娘 你可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为她目的不惜付出一切 包括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给我放开 席燕生要是知道了你才是杀他爷爷的真凶 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 啊 阿深 阿深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话不是该我问你吗 姚小姐 是他 是他威胁我 让我给他一笔钱 不然他就杀了我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他怎么能威胁到你 还是说 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我 爷爷 真的是你杀的 阿深 阿深 阿深你听我解释 你怎么不是这样 先生 你看 看到了吗 你要护着的这个女人不仅杀了人 他还上了温情的外国 甚至那只大火热他放了 就是他会杀死你 闭嘴 闭嘴 阿深 阿深 阿深你别提他胡说 他就是看不得我 他想陷害我 阿深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亏我这么一次次的相信你 做了这么多恶事 就准备在监狱里面待一辈子吧 哈哈 先生 你以为你能比我好的温情 温情他都是装的 他是骗你的 当初我假怀孕流产 你怎么对温情的你忘了 你对他做了这么多恶心的事 你还想让他原谅你 他已经不爱你了 假怀孕 对 那天你喝醉了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发誓 如果不是因为温情发现 把他给我带下去 我我我 所以自始至终 你都在骗我 对 不然你以为 你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情之后 我还能原谅你吗 母亲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立马 先生 你怎么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我得不到 你们也别想得到 姚曼妮 你努力的这么久 还没有得到习太太的位置 真是可疑 哦不 你可以得到西安生的恨 不 不会了 先生 你不能恨我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我问你 把你关进监狱真是便宜你 你不是想待在我身边吗 好啊 那你接下来可就要好好享受 属于你的幸福生活 把这个毒妇给我关进客房 好生盯着 别让他跑了 不 先生 先生你不能这么罪我 你不能这么罪我 啊 文琴你去哪儿 放开 别碰我 我嫌你脏 文琴你去哪儿 放开 别碰我 我嫌你脏 怎么 你又想把我带回去囚禁起来吗 文琴 难道你忘了那场大火 怎么 我死一次还不够 还想让我死第二次 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 你先跟我回家 我们好好谈谈 跟我谈 你配吗 无论如何 这次我都不会放你走 把夫人给我安全送回家 谁敢动我温海洋的侄女 叔叔你来了 先生 文琴我今天必须带走 而你来一下试试 文先生 文琴是我的夫人 她不跟我走 跟谁走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吧 先生你别不识好歹 她今天必须跟我走 先生 你知道这段时间每天忍着恶心跟你在一起有多痛苦 这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你走 想把我带走 可以啊 先生 你跪下来求我 先生 你跪下来求我 文琴 既然你不愿意 那有什么资格留下我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阿神 阿神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才哪到哪儿 这么快就不行了 文琴受过的苦 你都忘了吧 可是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可以给文琴磕头认错 我 我可以 闭嘴 你根本就不配出现在她面前 我不配 你以为你就配了吗 还记得那杯牛奶吗 那里面放了大胎了 是你亲手递给文琴 是你亲手杀了你的孩子 姚曼宁 你这个毒妇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 先生 我这么文琴 那不都是你允许的吗 闭嘴 文琴 我们好好谈谈 可以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姚曼宁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 不够 你知道我外婆是怎么死的吗 你外婆是失足坠了 是姚曼宁情妇把她推下去 我做错了什么 我外婆又做错了什么 她就那么该死吗 这件事我不执行 是我一时糊涂了 没有察觉到 如果没有你的允许 姚曼宁会这么做吗 这件事和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知道她会那么做 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发生 我看到你就恶心 文琴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给你机会 哥哥 我有一条项链是喜人生存的 我特别喜欢 你能不能让我回房间拿一趟 只要你让我回房间 我就可以任你处置 喜总还没回来 你快去快回 我在这等你 谢谢哥哥 你快去快 jo 快去快救你 我快去快救你 温琴那边多派几个人盯着 我不放心 是 温琴 没想到啊 我又逃出来 姚满宁 你就不怕死在我手上 要死也是你先死 你这个贱人早就该死了 姚满宁 你把刀放下 先生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有危险 害怕吗 你有什么冲我来 你别伤害温琴 已经晚了 把姚满宁和郑杰涉嫌 故意伤害的证据 全部以消息放 这些东西 够他们死一百次了 喜言师 你以为我不是 信你救温琴 他就会原谅你吗 告诉你 你别做梦了 你爸爸妈妈杀了他爸妈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放开我 他 胡说八道什么 你别相信 他 胡说八道什么 你别相信 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的确曾经那么喜欢过你 那场车祸 你把我从里面救出来 那个时候 我看着你手上这道疤 我就想 以后我一定要嫁给你 闻琴 我父亲的葬礼也是你陪我走过去的 那个时候我又想 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你之所以会出现在那场车祸里是因为 那都是你父母一手策划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 是我一厢情愿地把你当成了我的救命恩 可笑的是我居然还嫁给了仇人的孩子 害死了从小养我的外婆 我 对不起 闻琴 我知道错了 你 你打我吧 闻琴 你打我 闻琴 我一定会弥补我犯下的错误的 闻琴 你 你 让你把我爸爸妈妈还给我 你把我外婆还给我 现实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请你离开 下车祸 闻琴 闻琴我知道错了 你回来 你回来好不好 好好好 原来 该来的还是会来 你还是舍不得她的 不然 你为什么让我下手 破坏了习氏集团的账户 却迟迟不肯下手让她破产 如果你真喜欢她 不重要 其实现在这样也好 反正我都是快死的人 何必再给她多余的希望 小琴 小琴 你怎么样 我会把欠她的全部补上 好想再见见你 阿珊 想办法把西安身给我带过来 现在立刻 马上 小琴 等等我 求求你等等我 我马上就到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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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会到 她会来找你的 闲事人呢 小琴 小琴 说了这么狠的话 她大概是 再也不想见到我 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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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先生 你现在这情况还不稳定 我要去见闹琴 闹琴 不会的小琴 她一定会来找你的 你再等等 我怕事等不到 小琴 小琴 我来了小琴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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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愿 此愿此缺 小琴 数着时间 数着对你的疼 你来看我 我好想 你又死了 不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小琴 医生 医生 谁来救救她 你们救救她 你别哭 我 我有话对你说 好 我不哭 你说 月神 如果有来生 我还想当你的妻子 只是这一次 能不能换你爱我 我答应你 小心 小琴 你醒醒啊 小琴 小琴 你别死啊 小琴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小琴 我们不是说好 要一起去读民愿吗 你醒醒 我带你去啊 小琴 你不要死 我愿意 我愿意 小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还在记忆里留恨 时光里在对视的我们 这一路山海雨成昏 随风而沉 我捅出你 再见了 人 我爱你 感谢观看